表決一地兩檢宣案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批評非建制立法會議員 先方法繼用議事規則拖延會議 長期或者無止境拖延一個重要事項的決定 這個我覺得是有運公眾議立法會議員的情報 今次的無所謂用其極已經去到一方的謀 根據一地兩檢宣步走程序 最遲12月中香港要做第一步 即是與內地簽署合作安排 林鄭月娥曾經說過可能不等立法會同步啟動三步走 現在她認為時間雖然緊湊但是仍然可以等 梁君彥主席其實已經是進入了 他邀請我們的官員 本據說立法會議員就是一地的辯論已經完結了 其實很有機會在11月15號的立法會大會上 是可以通過政府提出的一地兩檢的議案 其實我們會等 勞材警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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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 正是為了他們幾個 我跟很多大公仔一樣 每天都拼得盡 退休 還沒想到 賺藥心 你不得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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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不得盡 你不得盡 這個 老闆 你不得盡 你不得盡 他媽媽 你不得盡 你不得盡 事後 你不得盡 你不得盡 我再找警察處理 你再尖心你 小毛就追逐警示 剛初就是為了賺錢,同妻啟病 才正確考 你忽然中心? 約了,可以散了 法妨礙會議進行,涉嫌違反立法會權利及特權條例,要求免方調查。 他們引用兩條條文,包括第十七條詩的妙視罪。 在立法會會議引起或者參加擾亂,令到會議程序中斷。 以及第十九條便,包括立法會人員執行政務,兩項罪行最高可以被罰款一萬元和監禁十二個月。 將來文說,報警之前已經自信討論意見。 假如長此以後的話,現在每次都是這樣的話,那立法會就沒有犯法運作。 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這個是我們的責任,一定會做的。 非建制派就說立法會權利及特權條例,是用來保護議員議政,並是用來政治攻擊。 如果昨天發生的一些行為是有刑事成分,可能被人拘捕的話, 可能那個民間立法會都可能不可以很多人受到拘捕了, 才可以反映結實派的議員,是極之無聊。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透過被輸出回覆,說不評論議員行動。 小帝哥,我幫你這樣吧,請之前略寫第一計劃,一提都暖清。 好,請教。 這張是由警察議員會會議,涉嫌場去時飲法展局副局長馬兆祥檢面的名片,兩國同否認同罪。 OK了。 畢業後,我可以很快退入工作崗位。 啊! 下屆,他說好,他說好,我可以了,他說好,他不能夠太好, 他不能夠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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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叫做會輸出,他不能夠太好。 就一會突然 Whether你會能夠太好。 你剛才你會你了,他不要了。 哎呀,我們會這樣。 再因為你會這樣。 其實我先講過,你會這樣做,要做什麼。 特朗普先出發去夏威夷短暫停留 現在將會參觀美軍太平洋司令部行分駐港 之後將會訪問日本、南韓、中國、越南和菲律賓為期12天 北韓的夏威夷繼續困擾美國 特朗普出發之前,環保考慮將北韓重新列為支持恐怖主義國家 國家安全顧問默克馬斯特引用北韓名秀金正恩和父義母哥哥 在吉隆坡機場被引用VX神經毒劑受害一事 認為北韓涉及恐怖主義活動 北韓自1987年被列入名單 直至2008年時任總統喬治布殊 將北韓在名單中剔除,換取對風財減核武 馬克馬斯特說,特朗普認為已經沒有時間應對北韓 亞洲之下將會要求各國出多點力 另一方面,美軍同時向北韓展示勝利 美軍兩架B1B轟炸機 星期四在南韓剛越道射擊場 20轟炸後穿越南韓上空,經西部海域離開 其間兩架南韓空軍KF-16戰機護航 北韓看平美國的舉動 令朝鮮撥倒局勢安法 隨時引發核戰爭 無線電視機請,曾孝主不得 星期四在空中 直環境開場不打的拳拉架 大工會說,現在的範圍有漏洞 即合成效有限 一生三年,一生三年 一生三年,一生三年 的事業大利益的事業 但公司規模最大,更多別小 博威爾,獲特广寶提命 前期兩組聯署局主席 內地相信戰進行相識的報復分別 一生三年,早就領家過五次有的厲害 他知道對付均勻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